你認為我們這個都很乾淨對不對 看起來很乾淨 其實它是泥土有在 一開始在滋餓的時候先把它打成漿 變成泥漿 泥漿再把它過濾 過濾之後再把它壓硬的 再把它水滴掉硬 所以已經處理過了 以前在做水缸 就以前沒有這些工具 沒有這樣用 那時候是邊做要邊撿那個石頭掉 炸死掉 這樣壓著這樣子 如果有輕力的話 那個手指會受傷 一般 除非那個輕力很尖銳 一般是比較不太會 因為你如果軟的 它硬的話 我們再拉的時候 它會壓進去裡面 只有感覺衣物在裡面 就把它拉出來 手的感度還算蠻高的 你在壓的時候 就有一點點東西 你就會知道 就把它先拉掉 戳到那個以前的石頭 是偶偶會戳到 但是不是很常 戳到的 現在都沒有了 現在都已經在製造過 有在用過了 處理過 就比較沒有那個雜質 遇到的機率很低 對 除非他們在製造的時候 我沒有用乾淨 一點點這樣子 偶爾會啦 很少 因為 功夫應該也是幾十年 就功夫了 對啊 就一段時間 不一定 這個是燒木材的 才燒窯 那 訂單 大部分都在另外 有一個瓦斯亞 那個燒起來比較穩定 那個比較方便 比較快 燒木材的話 比較麻煩一點 火候比較好控制 嘿 那個比較方便 比較快 燒木材的話 嘿 好常觀 現在是館公 啊原來有去做訂單 我這個就算 原來有接受訂單 嘿 嘿 那都是什麼樣的存在性 家 飯店 飯店 就我們附近的飯店 還能滿多的 像現在做這個就是 韓碧樓 哦 就是韓碧樓 你看到 看的東西 還需要 顏色的質況 比較高 比較高 對啊 他們也比較 有點 有來說 在地文化 這樣 韓碧樓 因為我們這邊也不會平一點 對 這樣也不太 這樣也不太 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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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因為這個 因為這個做起來平的 比較不好拿起來 所以連板子一起拿起來 它比較不會變形 那等它定型有點硬的時候 就拿起來 就不會變變形 那就是 鋼 鋼 欸 它會連住 木頭的話 跟鋼 比較不會連在一起 它的麻氣孔 那如果鋼或鐵的話 它就會 吸住比較不好拿起來 要用 用這個 什麼作用呢 你哪有 像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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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這個什麼作用呢? 海綿是不是? 上面有一些泥渣啊什麼 沙子把它擦掉 它有一個小小的丟 丟住的功能 對 你有做的時候有做一點紋路是嗎? 擦過它就有那種紋路 那個其實在製作的時候還會再用掉 製作的時候把它留紋路 對,那個紋路有的不留那個紋路 一般會留紋路是手拉黑手拉的那個紋路 那個是擦海綿的紋路的時候會把它用掉 對 那也看對方啦 定的人他們要保留一些紋路 我們就會保留 他們不要有任何紋路 就把它修得更整齊一點 那就是有色的又還有另外加 我這種對 有的是另外加顏色 也有那種紋路 有也有紅色的紋路 對 攤子是最快的 攤子比較好做 那你還有做一樣 蛤? 一般都可以啊 像糊糊造型的啊 這種造型的啊 都有 這種形狀都有在做 搭配就限定了週別裡定制圓 搭配就限定了週別裡定制圓 對啦 在前方園米池汽車旅館 得寄電當當安 做這個技術 好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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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